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是金九长老,今天要来跟大家研读圣经 那我们要继续的研读我们这个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复灵 今天我们就可以结束 当我们要来开始的时候,请大家跟我做祷告 主耶稣基督,主呀,祢实在是伟大,祢的爱实在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的确是好像一个小小的蚂蚁 我们根本就不能动设祢的旨意 不能了解祢的能 主呀,我们非常地感谢主 祢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研读圣经 来了解祢的旨意 主呀,请祢跟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更多的祝福 我非常地感谢主 因为我这样子祷告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继续研读我们这个经文 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复灵 请我们来看 我们已经来到第九点 第九点说圣经怎么样描述 主复灵的那惊讶荣耀的景况 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节说 那时啊,人子的昭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啊 他们为什么要哀哭呢? 因为他们问心有愧啊 他们就知道说他们也许有听过这个 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要复灵的时候 怎么样 是这样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 是这样 这是主耶稣基督复灵的情况 是从云 天上的云里面看到 好,请我们再看下去 那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七节说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他的众天使 降临众天使啊 天使,整个天使在整个天国都来啊 你想想看这个 那么多的天使啊 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 来赏发各人 就是主耶稣复灵的时候 那就是赏发每一个人的行为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靠主相信主的 我们就算是一个义人 那义人的话 我们就期待着主耶稣的复灵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会到天国去跟主耶稣同在 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失落的呢 失落的问心有愧啊 问心有愧,他们也知道说 他们的前途是怎样 对不对 是这样 好,请我们再看下去 那主耶稣曾经在第一次安静的来到人间 就说别忘了第一次来到的时候 都很安静 都很少很少都没有谁知道说 这个是主耶稣啊 虽然只有众天使在牧羊草原 不离恒城城外唱那荣耀归族的赞颂啊 只有一个小小的几个人啊 知道,听到这个天使赞颂的这个音乐 只有少数认知这婴儿出生在不离恒 就是那永恒的神者啊 在他第二次不灵 他会与大能和伟大的荣耀 在全世界观众观的眼目中来临 所以这个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完全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来临是很安静 第二次来临就很声音就很大了 很吵闹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看到这个主耶稣的复灵 是这样 好,再看下去 那主第十条 如果有谁跟你说主的复灵是秘密的 你应该相信吗? 不相信的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说主耶稣的复灵啊 是不是安静了 是有声音啊,有喇叭响啊什么 这边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说 那时啊,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基督在那里 或说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啊 因为主耶稣基督来 是每一个人会知道的 并不是说 所以说只有一部分的人知道 是每一个人会知道的 所以你不必要听 从别人的口头来听 你都会知道的 好,再看下去 因为主耶稣来临的景象 是多么扣人新鲜啊 哎呀,这个主耶稣来临的那个情景啊 是非常的值得赞美啊 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1到53节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啊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啊 就说我们这个要改变 意思是说改变了才能到天国去啊 因为是这样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改变的 好,再看下去 那就啊 就啊 就在一撒一撒间一撒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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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缘之间啊 啊 浩童啊 啊 摸吹 啊 啊 摸吹吹响的时候 因浩童要响 死人要复活 成为不小坏的 我们 也要改变啊 啊 这比小坏的 总要穿上不死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穿上不死的 这个是准备到天国去 我们就是死去的 死去的 复活了 就要改变了 就要改变 那还没死的 也要改变 就是两组的人类都要改变 因为到天国去 就必须要改变 就是小坏的 变成不小坏的 是这样 准备到天国去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 也非常合理的 那还有一些朋友说 有一些信主的 有一些他们死掉 他们不是火葬吗 可是我们就不要去过滤 过滤说那些问题 因为主上帝都有办法 就是你火葬了 他还是有办法 把你的骨头 把你的灰 那个炭 什么都能够 集合来变成 你这个 过去的那个形体 什么 这个是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我们所关心的 就是说要知道 知道说到那个时候 一切都有改变 改变是准备到天国去 好 再给我再来看 那在世界上每一个人会有其中的反应 当主耶稣复林 就是说有不同的反应 那对失落者的反应 是什么呢 启示录第六章第四四到第四六节说 天就 就是 是离了 好像 书 被卷在一起 山林 海岛都被 那鱼 离开 本位 就说主耶稣 复林的时候 就很大的变动 就连山都可以动摇 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 多么伟大的 情形发生 好 再看下去 那 地上的君王 大人 父 护 将军 勇士 和一切 为怒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 和岩石 里面 就是这些人 问心有愧的 这些人 他们也学着了主耶稣 复林的情况 所以 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我们有 不同的 那个 不同的人类 就是说 一般的 有一群人类 是 那个 是失落的 就没有 这个 没有 没有达到 那个诚意 就是说 他们 他们都 都 不 都拒绝了 主 他们都不承认主 他们都不相信 这些 这些人到那时候 心问有愧 他们也知道了 所以他们 宁可 死去 是这样 这是很 很必然的 是这样 好 再看下去 那失落的心 充满着 被指责 和恐惧的心 他们 逃避 主耶稣 对他们的爱 和 想 救他们 的恩 他们 拒绝 他的慈善 背向 他的爱 那么 现在 就恐慌 他们 逃 逃躲 他的荣耀 寻找 遮盖的地方 这实在是一件 可悲的终极 是这样 是这样 所以对他们 那些 失落 说失落 就是 就 我跟大家 强调了 失落的人 就说 拒绝了 主 不相信 主 就说 转了背 给这个主的 音信 音信 种种的 那种态度 这算是 失落的 那些人 是这样 算是 可悲的 这个终极 是这样 好 再看下去 对称义者 有什么反应呢 以赛亚 第25章 第9节 说到那日 人必说 看啊 这是我们的上帝 我们 苏来 等候他 他必 拯救我们 这是 耶和华 我们 苏来 等候他 我们 必因 他的 救恩 欢喜快乐 这些是 诚意的 很 欢喜快乐 快乐 主耶稣 复灵 是这样 好 再看下去 那 过得拯救的 一直在盼望 在盼望 他的 父灵 他们的 心 充满着 喜乐 因他是 他们的 朋友 他们的 救助 他们的 上帝 他们的 王 他们 很 喜欢 地在 他 面前 也 喜欢 好 再看下去 也喜乐 什么时候 来 做主 复灵的 准备呢 哥林多 后书 第六章 第二节 说 因为他说 在 越纳的时候 我 听 运了你 在 拯救的 日子 我 他救了你 看 现在 正是 越纳 的时候 现在 正是 拯救的 日子 是这样 是现在 是这样 好 再看下去 主耶稣 以什么事件 来做 复灵的 比喻 为什么 这个 马太 福音 二十四章 第四十二 到四十三 节 所以 你们要 警醒 因为 不知道 你们的 主 是那个 使者 来到 家主 若知道 几个天 几更天 有贼来 那 就是很明显 就说 我们 如果 在 房子里面 在我们 家里 我们 如果 预测 说 这个 贼 会来 那 就 这个 是做 这个 准备 准备 可是呢 我们 不知道 贼 什么时候 来 我们 更加 要准备 因为 我们 不知道 这个 主耶稣 复灵 就是这样 像 贼 一样 意思 就是说 我们 要 随时 做准备 好 再看下去 就 必 警醒 不容 人 挖 透 房屋 这是 你们 所 知道的 家 主 若知道 几更天 有贼 来 就 必 警醒 不容 人 挖 透 房屋 这是 你们 所 知道的 是这样 好 再看下去 主耶稣 把他的 父灵 比较 小偷 要进房子 一样 为什么呢 马太福音 二十四章 第四十二 到四十三 节 所以 你们 要 警醒 因为 不知道 你们的 主 是 那个 使者 来到 家 主 若知道 几更 天 有贼 来 就 必 警醒 不容 人 瓦 透 房屋 这是 你们 所 知道的 好 再看下去 因 主 耶稣 不 预测 的 父灵 他 给我们 什么 知道呢 马太福音 第二十四章 第四十四 节 所以 你们 也要 预备 因为 你们 想不到 的时候 人 子 就 来了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 随时 都要 预拜 那 我们 要 预拜 就是说 我们 尽管 做我们 自己的 任务 做得 最好的 就算 是 预拜 是 这样 那 我们 知道吗 我们 我们 也许 还 觉得 还 预拜的 还不够 不管 怎么样 我们 可以 问心 无愧 就说 问心了 我们 的确 有没有 准备 是这样 那么 我们 如果 问心 无愧了 我们 就知道 说 我们 尽 我们 所有的 能力 去 准备 这样 算是 准备的 好 预拜的 好 再看下去 对主 耶稣 基督 的 复灵 的 准备 是要 显出 日心 的 期望 是 心中 的 期待 是 决心 要 听从 他的 旨意 是这样 所以 我们 就 按照 这个 所讲的 我们 心里 就会 期待 主 耶稣 的 复灵 是这样 如果我们 有那种 期待的 心 那我们 就算是 准备的 好了 是这样 今天 我们就 结束了 我们 研读 这个 主耶稣 复灵 的 情况 希望 大家 能够 得到 祝福 好 来 祷告 主耶稣 非常的 感谢 主 你把 这个 很多 很多的 给我们 做 准备 让我们 知道说 主的 复灵 是像 贼一样 所以 我们 要 常常的 准备 不停的 准备 这样 非常的 好 非常的 感谢 主 因为 我们 每一个人 都想到 天国 去 我这样的 祷告 奉主基督的名 阿们 明镜 明镜